罗布泊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东原 是被称作死亡之海的无垠戈壁 这里一个巨大的十字把镖面对天空 它就是中国第一颗清淡的投掷点 五 四 三 两 一 起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 随着比太阳还字幕的亮光闪过 中国终于拥有了清淡 当时这种威力远超原子弹的战略武器 与原子弹和运载工具的力气 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核大国地位 这对当时乃至精英的核大国地位 今天的中国来说都是异议深远的 当年清淡研制的参与者们 从北京 上海 全国各地 一步步走到这里 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历程 时间回到一九六零年 这一年新中国刚刚度过它十周岁生日 自朝鲜战争时 美国开始建立对中国的包围圈 甚至考虑过动用核武器 而这时中国与之前的盟友苏联公开分立 国内经济困难 人民生活艰辛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新中国为了打破外国的核垄断 而开展的原子弹研制 开始还不到两年 从核大国的经验看 先有原子弹再有氢弹 是一个必然过程 当时的普遍看法是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研制原子弹 等成功后再集中力量 吸取经验研制氢弹 1960年年底 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 与副部长钱三强商议之后 提出一个大胆超前的建议 现在就着手清淡的预言 当时钱三强同志 考虑到觉得清淡可能是一个 跟原子弹很不一样的东西 他觉得呢 因为这个难度可能更高 所以他希望最好有一次对我 能够提前进行研究 因为刘杰跟钱三强交代 这个工作就由你来给党组负责 你直接地来组织领导 1960年12月 关于清淡的理论预言 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 正式启动 并成立了清和理论组 抽调优秀核物理学家 黄祖恰任副组长 于敏任组长 他本来已经搞核结构 原子核结构的已经很有成就了 也发布了不少文章 这下一些就搞一个新的东西的话呢 等于就跟以前的一些工作就告别了 但是后来也想是国家需要 那个没有二话说 所以很快就负责需要 从此于敏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直到28年后 身份才得以公开 他的妻子感叹道 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新中国的科研组织者 为什么在原子弹尚未研制成功时 就迫不及待地启动了清弹的预言 答案就来自清弹本身 就在中国的清弹理论预言启动 仅数月后 苏联进行了一次 人类核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清弹试验 爆炸当量5800万吨TNT 核爆炸产生的电子脉冲效应 是4000公里以内所有的飞机 导弹 雷达 通信等设备 全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次爆炸在世界上造成了恐惧 加速了联合国核部扩散条约谈判的进程 清弹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清弹爆炸说到底就是核聚变反应 我们这个世界是由极其微小的原子组成的 核聚变只能发生在轻而小的原子之间 利用氢原子核的同位素 刀和川原子核聚合成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时 原子核中的一部分物质会转变成能量 这个能量大得惊人 仅仅一刻的刀和川在核聚变反应中释放的能量 就相当于一万一千公斤标准煤燃烧释放的能量 太阳的燃烧就是核聚变反应 至今它已经燃烧了五十亿年 而原子弹爆炸是核裂变反应 一些又重又大的原子核自身很不稳定 在一定条件下会分裂开来 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从武器的角度来说 原子弹的威力一般是万吨级TNT当量 而氢弹可以达到百万吨级TNT当量 甚至更大 苏联那次惊人的氢弹爆炸 威力是美国投在日本广岛内颗原子弹的2900倍 因此氢弹更适于用作战略武器 在美苏争霸国际环境险恶的岁月里 新中国必须有这样的实力 而当年这一重大决策 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我们 张兴钱进入清淡研制团队时 已经快40岁了 那个时候哥哥大学毕业 不知道毕业 有了钱买了个车 到时候在美国跑 联系中国同学 赶快回国去了 老人珍藏着一张照片 最左边这位年轻人 就是当年的张兴钱 60年前 张兴钱在美国主攻金属物理学 研究成果已经引起国际瞩目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让照片上的中国学子们激动起来 他们正在讨论如何返回祖国 张兴钱 未经讨论 剧场上的总比 暂时 我们进入护兆 剧场上通知 我们将进入 倒 对 元 一起给当时的外交部长周恩来写信 表达报效祖国的心愿 波士顿环球报当年报道 麻省理工学院这三位中国留学生 施昌旭 林郑先 张兴前说 他们想回中国的家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 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开始松动 回国终于成为可能 峰回路传 张兴前终于在1955年6月回到祖国 在清淡延迟中 作为试验部的副主任 张兴前参与领导爆轰试验研究 团队中有这样经历的人不止他一个 47年后 张兴前得偿所愿 恢复了党籍 六十年后 还能够坐在我们面前 讲述清淡延迟岁月的人 都是当时的小自卑 那时他们刚刚毕业 不问志向 不在乎条件 一句服从分配 便定下一生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